细菌它的外面的构造来分为阳性跟阴性菌 而这样子的结构和这样子的阳性阴性菌 会直接影响接下来讲的东西 细菌如何让你生病的 我们前面讲病毒让你生病 不是说它可能让你细胞死掉 让你细胞变癌症 或是耗掉你的养分 耗掉你的物质 或是改变你的生理反应 那细菌呢 细菌相对而言 对你产生致病的机制比较单纯 它就是分泌毒素 由毒素来破坏你的细胞或组织 好那这叫毒素 细菌分泌的毒素分为两大类 外毒素跟内毒素 外跟内 好我们分开来介绍 外毒素顾名思义 分泌到细菌的外面 细菌分泌到它体外来作用在你身上 所以外毒素是细菌故意要分泌的 来作用在你身上的 所以它得要分泌出去 好那既然分泌出去 什么东西好分泌呢 分泌性蛋白质 所以外毒素是蛋白质 是透过它细胞产生之后 然后吐到外面 水被作用在你身上的 外毒素几乎都是蛋白质 而蛋白质三度空间很复杂 所以它我们会把它当作抗原 来引发免疫反应 我们的抗体或是我们的专一性免疫 会辨认空间 三度空间很复杂的结构 叫做抗原 好那既然它的三度空间结构很复杂 可以当作抗原 它是不是就可以发展成疫苗 没错 因为它容易引起免疫反应 所以外毒素是有疫苗的 好那这叫做外毒素 它是蛋白质 那既然是蛋白质 蛋白质容易因为加热 它的三度空间结构就变性破坏掉 所以一加热 外毒素从来就没作用了 它怕热 因为它是蛋白质 好我们来举例子吧 像漏毒杆菌 破伤风杆菌 跟白猴杆菌 白猴杆菌的猴我写错字了 不是monkey 这很明显的错误 是让你猴部这边出现白色的病变 好这些细菌呢分别分泌 漏毒杆菌毒素 破伤风毒素跟白猴毒素 好这些毒素就会让你生病 而且是很严重的疾病 会死掉的 因为像这些外毒素 它毒性很强 它会引起急性中毒 那个没有处理好 就会挂掉的很危险 好这叫做外毒素 好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出 我们出生之后会打破伤风疫苗 那个疫苗其实是破伤风毒素 经由破坏之后变成疫苗 你的抗理是攻击破伤风毒素 不是攻击破伤风感菌 因为那是细菌本身无害 是它分泌物有害 所以我们的疫苗 我们产生的抗体 是攻击它的外毒素 所以疫苗有一些是针对外毒素 叫做这种类毒素疫苗 好这些是外毒素 那内毒素是什么呢 内毒素是另外一群细菌 它叫做格安式阴性菌 它呢并不是要分泌的 它这些毒素是它身体构造的一部分 我的细胞病 我并没有分泌才害你 因为这些毒素是我细胞病的一部分 好到这边提一下 那为什么外毒素它可以分泌呢 而内毒素为什么不是分泌的呢 我们回来看前面的这个图 好再次要重划一下 这个是格安式阳性菌 它主要分泌的是外毒素 为什么 我们看它的结构就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我今天要分泌蛋白质 蛋白质会穿过细胞膜 好产生分泌性蛋白 这些蛋白质呢 可以很轻易的穿透你的太聚糖 因为太聚糖就跟细胞病线维素一样 它是多糖类 缝隙很大 所以细胞的细胞病 它跟植物的纤维素很像 只是官能基 它的测量是一个多泰链而已 就叫泰聚糖 所以这些蛋白质很容易就释放出去 所以格安式阳性菌 可以分泌分泌性蛋白 包含外毒素 你看右边这个格安式阴性菌 我今天分泌所谓的分泌性蛋白质 外面还有一层外膜挡住 根本出不去 所以阴性菌没有办法分泌蛋白质 它就没有外毒素 所以外毒素主要是格安式阳性菌分泌的 那内毒素呢 为什么主要是格安式阴性菌呢 我们看这个结构也看得出来 因为它的细胞壁 细胞壁 外面叫外膜 外膜是零子质 对不对 随便画一个例子 这是大头两只脚零子质 这些零子质通常会跟蛋白质物别的物质结合 它这可能会淋上个糖链 所以这叫做 子寡糖 或者叫子多糖 子质上面还连着一些糖链 好啦 那这是它的结果 有一天这只细菌死掉了 它破了 细胞壁也破了 细胞壁中的外膜也破了 这个零子质构成的子多糖 子寡糖不就散出来了吗 这时候这个子寡糖 子多糖就是内毒素 所以内毒素原来是这只细菌的细胞壁的一部分 它死亡之后才能释出 我们就称这些毒素叫内毒素 这就是为什么内毒素都是阴性菌 回来看文字 所以你看哦 那个外毒素主要是格安式阳性菌分泌的 内毒素主要是格安式阴性菌分泌的 而且它不是故意分泌的 是死亡之后才释出 主要是因为这个物质是它本身 细胞壁中的外膜成分 所以才是子多糖或是子寡糖 因为它有外膜 细胞壁有外膜 好啦那这些分泌出来之后呢 就容易引发你生病 主要引发的是肠内疾病 好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子多糖和子寡糖 它是细胞壁的一部分 必须等细菌死掉 你可以想想你身上哪个地方 最容易发生细菌大量被弄破 的这样的现象 你体表中不会有突然间一堆细菌破掉 最容易发生是你消化道 你分泌消化酵素 把消化道中的细菌跟着分解掉 胃蛋白没 胃蛋白没 把它蛋白是分解掉 所以你的消化液会分解细菌的 一旦这些细菌在消化道被分解 它就释放出它的 子多糖 子寡糖 就是内毒素 那直接引发你肠胃才生症状 那就是肠内疾病 也就是腹泻 拉肚子 所以内毒素很多的症状是拉肚子 因为它在你的消化道里 而拉肚子是我们对于这个内毒素的反应之一 拉肚子等于就是洗肠子 有一次严重腹泻 你大量阻止液涌出 然后跟着这些肠内细胞 食物成渣一起被洗出去 所以严重腹泻等于洗肠子 把这些菌都洗掉了 所以一旦你真正到内毒素 代表肚子里面有一些坏菌 就把它洗掉吧 以上就是内毒素 内毒素还有性质 既然它是子多糖 子寡糖 这些分子的结构都很简单 简单到抗体没有办法辨论 所以它通常不是一个好的抗原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的疫苗 所以内毒素没有疫苗 因为它没有办法作为抗原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既然它是子多上子寡糖 空间结构很简单 它就不会因为高温而变性 好 所以内毒素 你把食物煮熟 还是中毒 因为它没有办法因为加热而变性 可是外毒素如果煮熟了 会没有问题 好 以上是内外毒素 它的一个介绍 那刚好跟我们刚刚讲到的 格兰氏阳性跟阴性菌 细胞病的结构直接相关 就是细胞病结构 决定你能分泌外毒素 还是不能分泌 而是释放出内毒素 内毒素叫做细菌死亡后释放 它平常是不会分泌的 好 那这是毒素 那毒素是个毒啊 我们知道在医学上 毒就是药 药就是毒 在对的浓度 对的位置就是药物 所以有人会开始生用它 像这个 肉毒感菌分泌 肉毒感菌毒素 它的作用机制是 它抑制你的运动神经分泌 以吸斩减 好 你的运动神经 都不能分泌以吸斩减了 它支配的肌肉都不会收缩 你全都贪软 你就会瘫痪 没办法收缩 好 那这样又什么了不起 会严重吗 我就不能走 就躺着啊 休息就好了啊 不是只有手脚的肌 我不能收缩 呼吸肌 你的横隔肌 你的肋肌 也不能收缩 所以死于窒息 你没办法呼吸 自行 所以如果严重 全身系你就会自行 但如果先把这个毒 稀释 而且局部注射呢 可以当药 比如说你内血饰 内血饰就是斗鸡眼 你的内直肌 剧烈收缩 让眼睛靠近 就打这个针 让那个内直肌 舒张 可不可以治疗鞋式 或是你严重肌肉疾痪 可以打这个针 让它肌肉舒张 大家有用在别的地方 你的脸部的表情肌 一直收缩 会产生皱纹 你让这个肌肉一直舒张 咒纹就会消掉 或者是有的人脸很大 因为都是肌肉 你打这个针 让肌肉不收缩 肌肉如果一直不收缩 它就会变薄 一直不使用的肌肉 一直不收缩的肌肉 它自然就会变薄薄的 所以有人躺床上 一个月都不下来走动 他的脚会萎缩 那如果今天我打这个针 让你一直不收缩 你的脸部肌肉就会萎缩 你就会消脸 脸就会变薄 这是医美手段用的 所以有人会打漏毒 漏毒针就是指这个 那你咒纹少 脸变比较瘦 以上这是毒素 有些医疗或是医美上的应用 我们毒素先做到这里 我们之后就用这个表格 做一下酮症 外毒素是 格兰氏阳性菌分泌 内毒素是阴性菌 一个是阳性一个阴性 外毒素是分泌出来的 分泌性蛋白 所以它毒性强 有抗原性 可是在热之下 加热之后容易变性 内毒素呢 它释放出来的物质是 子多糖或子寡糖 它主要在细菌体内 然后毒性会稍微弱一点 它抗原性比较弱 因为它的三度风险结果不好 既然这个安全 打成它不是安全 应该是叫安定 我答错了 在高热下它很安定 加热之后不容易变性 所以像这种 有些食物你加热后煮熟了 吃还是食物中毒 那就是内毒素为主了 那外毒素呢 主要是急性中毒 你可能会窒息 内毒素是你的腹瘦 就是消化系统的症状 以上我们就把外毒素 内毒素 大概跟大家说明到这儿 我们的细菌就讲完了